大家好,我是旅遊組4A的吳巧涵 我目前在礁溪結石旅實習一年的時間 那我要來介紹的是礁溪結石旅的環境 那結石旅是精華旗下的中價位飯店 致力於打造高品質且便利的住宿環境 主要的行銷方向為 平價消費、奢華依舊 期盼能讓旅客究竟感受到在地特有的文化與活力 那這張圖片的左邊就是金泉峰旅 那右邊就是我實習的地方礁溪結石旅 那我們的大門一進來可以看到的是 我們用的是日式榻榻米的風格 營造出溫馨跟溫暖的感受 然後這是我們的制服 上半身為深藍色的和服 下半身為燈籠卡其褲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我的職位 我的職位是早餐的餐廳外場 那我們早餐供應的時間比較久 是七點到十一點 希望讓旅客可以睡好、吃好 我的主要工作內容分為以下四點 第一點是吧台作業 第二個是領台作業 第三個是洗笛作業 第四個是會議室設置 那除了平常上班之外 公司有時候都會開設課程讓我們去上 像是產品知識的課程或是顧客意見處理等等 都會幫助我們在工作上能更游刃有餘的 去處理大大小小的事情 中午休息過後 就來到我們迎賓茶點時間 那迎賓茶點就是要讓提早來辦理check-in的旅客 可以一邊享用茶點 一邊等待入住手續的辦理 再來要講的是在實習期間發生的故事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我覺得同事真的非常重要 因為在我後面有一個實習生來了 但他每天都一直跟我說好累啊什麼的 一直傳達負面情緒給我 還有我上班心情都被他影響到 但是他後來坐了一個禮拜就走了 之後來了一個新同事 他每天都一直開玩笑 每天上班都帶給大家很多歡樂 上班時間也過得很快 所以說好同事真的很吃運氣 最後是要給學弟妹的建議 那因為我自己是實習一年 我會建議學弟妹真的要想清楚 如果有想要在這一年學到東西的話 再選一年 因為選擇半年的話 通常只是學到皮毛就要走了 公司也懶得教你太多東西 那當然選半年也有好處啦 就是實習一下就過了 但是萬事起頭難 因為剛開始來上班的第一個禮拜 我真的覺得超級後悔選一年 每天回到家都在想怎麼還這麼久 但是回過神來沒想到也已經做了三個多月 其實每天都有事情做的話 其實會覺得時間過得還蠻快的 我因為對餐廳沒有什麼太大的興趣 不會說真的很推薦這裡 但這裡有幾個優點 一個是雖然我們沒有員工餐廳 是用伙食津貼的方式 但是通常還是可以吃餐廳的東西 有時候其實蠻省錢的 然後是休假的時候 都可以跟同事到宜蘭的景點玩 也可以趁著這一年好好思考未來 以及體驗人生 那我的分享就到這邊結束囉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